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玄奘大学风玄吉他社与图资大楼慈音会议厅举办一学期一次的成果发表会 现场演出相当精彩 就让我们来看现场的精彩画面 尤达大师一开场就唱着经典歌曲《月过山丘》 让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欢迎来到吉他社其乐林聚里 尤达大师吉祥云老师合力演唱张卉贝的听海 同样让台下观众惊呼领悦 许聚明使用小提琴演奏卡农 使现场观众有了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安少庸独特的演众方式以及温柔的嗓音 为了全场观众 由傅杰恩 林维如 余浩慈 邱昊仁 邱胜仁所组成的台山线 第一次合体就成功带动了现场气氛 吉他社是一个很棒的环境 不仅可以音乐 大家在一个很愉快的气氛里面玩音乐 最多是这一次加入吉他社才刚好 刚开始已经骑不到三个月就上台表演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勇气可嘉之外也很努力才有办法上台 玄奘新闻记者朱廷隆 王胜阳 张敏安 新竹采访报导 近日举办的初级急救营 提供同学们更加完整的课程 也能透过认证拿到初级证照 微包组的陈板老师也表示 这样的课程让同学们备而不用 近日玄奘大学赛老师的小五大教室内 举办了初级急救训练课程 在课程结束后 通过考试的同学可以获得一张证照 吸引许多同学前来参加 实际面来讲 有上过课程的同学都知道 其实可以拿到一张证照 像以后你出去实习 或者是说你在医疗院所工作 事实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会用得到的地方 因为你接触得到很多人 讲师套路 他在红十字会和消防队当志工 已有二十多年的经验 在新竹急救推广协会有十年的经历 他和同学们分享食物上的知识 让大家知道急救教育要从小学起 在我的急救教育领域里面 我个人认为 我从国小五年级 我就开始给他们学习CPR加AED 让小朋友能够及早去了解 这个CPR加AED有多么样的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 这样的急救知识是不可缺少的 遇到突发状况时才能在第一时间派上用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 就是先做好准备要用的时候随时就有这样子 这场急救课程让同学们学习到爆炸CPR等等的专业技能 并且透过实际的操作经验 把这些学习到的知识灵活于用 玄奘新闻记者许正欧华林青竹采访报导 升上大学之后 同学拥有许多自己的时间 但除了读书及玩乐之外 许多同学都忘了运动的重要性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 玄奘大学学生们平常在学校的休闲运动 首先带您来看的是 位于室外的操场 在天气风和日历时 总是能看到许多喜爱跑步及见走的同学们 相约一起来这里运动 同学请问你很常来操场运动吗 对啊 基本上就是每天中午或晚上都会抽时间来讲 就是很多专家都说 每天到运动30分钟 那个才不会有身体的病痛方面问题 再来是位于圆亨堂地下二楼的健身房 极权的健身器材 吸引许多爱好锻炼身体的学生前来运动 尤其是跑步机以及飞轮 都是学生们最爱使用的器材 在运亨堂一楼的羽毛球场 由于场地位于室内 不必担心天气会影响了运动的品质 你很常来打羽毛球吗 满场的每周二 三 那为什么会想要来打羽毛球呢 我之前是跳舞队的 然后我现在带系队 最后就是宿舍外的篮球场与排球场 是平常晚上最多人来运动的地方 也借着新生杯的活动 使大家对于排球篮球都不再陌生 享受练习时的过程 感受到胜利的滋味 休闲运动不仅可以使身心灵健康 也可以在运动中找到一些成就感 使运动不再枯燥乏味 而是充满活力与精神 玄奘新闻记者张家宝 杨一轩新竹采访报道 USR计划 由玄奘大学和在地社区 一起合作的计划 为了提升全校师生 对于USR计划的认知 特别举办这次的成果展 玄奘大学1080年度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兼成果发表会 与玄奘大学图资大楼一楼 12月10日至12日举行 这次的成果展也特别展出 玄奘大学和新浦社区 共同合作有关市值的特别计划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其实是一个学校要善尽 学校本身的能量 然后来扶植我们附近的临近社区 让社区跟大学都能够一起共生共荣 在新浦地区呢 大家知道新浦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做饰饼 但是在做饰饼呢 它其实只有10月到12月 那其他的月份呢 都没有什么事做 所以呢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学生 就投入到新浦社区 帮他们开创 世然文化的一个推广 包含技艺的传承 包含行销 包含后续的设计 产品通路等等 为了支持师生 能前来看这次的成果展 现场也特别准备闯关金摸彩 希望师生能多加参与这次的活动 记者王盛阳 范香婷 江明安 新竹采访报道 华语电影展新竹厂 由玄当大学协伴 这次还特别邀请应亮导演 在应后分享拍摄经验 让学生们大有收获 让我们来看这段新闻 华语电影展新竹厂 在玄当大学举行 这是玄当大学第一次 和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合作协伴的华语电影展 其实会有这个活动是 因为这次跟国立台南艺术大学一起合作 特别邀请应亮导演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做谈 那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然后也希望以后我们可以陆续每一年都 跟华语电影展一起合作 继续办这个演讲 在第二天也特别邀请到 应亮导演到现场说明 拍摄电影的心得 与感想 在学校里面展开的影展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 越来越多学校在跟这个影展合作了 如果能够持续有很多 未来的继续的放映工作 跟这样的对话 肯定会能够产生很多有意思的对现实的改变吧 活动有很好的交流 很多同学啦 比我想象的要热烈的多啦 包括应后同学的追问也让我有很多思考上面新的尝试啦 现场同学也积极和导演有更多的交流 希望能在这次的活动上能学习到更多的讯息 记者范香婷 江明安 新竹采访报道 一学期一次师生共学成果发表会正式举行 这次特别请到外校评室进行评分与指导 同学也用特别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成果 12月11号由投资中心发起的师生共学成果发表会 在投资大楼一楼展开 并请到外校老师作为评审 同学们认真的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同时也让自己的努力能够被看见 那这是我们的社群 那其实名字有点差 我们这个社团是异创毕业制作研究社群 主要是在帮我们自己去的毕业展 去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其实我发现很多人的报告形式是很特别的 像是我刚刚看队面的人 他好像是用一种淡演戏的方法 然后去做一个诠释跟评委说他们做什么 然后我也好像发现 其实跟往年底前的话 今年的话 好像又多了许多不同的系上的议题出来 像是我们之前多半都是比较学术性的 那这学期我有看到像是参旅系 然后参旅系 然后他们去外面 然后去做一些活动的 那我觉得其实很特别 然后同时让我看到说 其他系原来在做什么 这次的发表会上 有同学通过表演的方式 也有通过自制书本的方式 为这次师生成果发表会 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玄奘新闻记者 钟婷渝 林新宇 新竹采访报道 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 根据统计 国人的塑膠袋使用量 平均高达每人使用2.7个以上 政府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早已开始推行环保购物袋 及环保杯租借等政策 让我们来看这些新闻 新竹环保局所推广 減塑企划大致分成两大项 一次性源头减量以及风享世界 莲芷林经理表示 源头减量主要是募集民众家中 闲置的购物袋 提供给卖场租给客人使用 风享世界是指租借饮料杯给民众 那源头减量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会在购物袋方面 我们会做募集民众家里 闲置的购物袋来 就是放在爱买跟Homebus大卖场 做给民众可以做租借用 那再来就是饮料杯的租借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风享世界 就是我们有跟容器租借的 那个厂商合作 我们在新竹是有跟就是 新富生戏院 然后那个还有酒家的那个饮料店 然后有做一个饮料杯的租借 民众可以就是去店家租借 就是免费借用饮料杯 然后我们就是免费的 然后清洗的部分也是由 环保局这边的那个经费补助 这样子 新竹市环保局在今年8月15日 正式推行租借购物袋的活动 响应了减速做环保 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 108年12月31日止 但从8月到现在 已经经过了4个多月 究竟多少市民知道这件事呢 没有 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件事 响应减速是件很好的事情 但大多数的市民 却不知道有提供租借购物袋 许多民众建议可以在卖场的门口放告示牌 或者不一定要到服务台归还 而是像U-Bike一样设置归还点 竹联市场是新竹市民最常去的地点 也是塑胶带聚集最多的地方 竹联市场营运经理何嘉伦表示 非常支持这项活动 基本上这个环保已经是越来越是 希望是一个全民运动 然后我们市场每天人来人往 又有很多客人 所以如果有机会一起合作 然后让一些比较没有必要 使用的塑胶袋的数量 可以减少 那我们当然很欢迎 减速人人都行 没有步行 只有你无心 政府推行 民众支持 创造无塑城市 造就高品质的生活 玄奘新闻 周汉轩 徐玉芳 新竹采访报导 沿着玄奘大学篮球场继续往上走 与晨兴湖相对望的 正式学校赤资4.5亿 比照五星级规格打造的云莱会馆 专门提供给国内外教职员 参加研讨会 以及接待贵宾住宿使用 和提供参旅系的学生 进行实作为主要用途 今天就带大家来 一探究竟 原来会馆总共有六层楼 一楼受有教学使用的 中式级铁板烧餐厅 设计学院的文创展演空间 以及会议室 二楼受有宴会厅 空中露台区 以及西餐厅 三楼到六楼为客房区 除了双人套房之外 还有贵宾行政套房 以及日本和式四人房 最为特色 主要目的应该是有两个 就是学用合一 以勇气发展 提供参理系的学生 从大一开始 就能够使用完善的设备实作 以及模拟未来实习接轨 再来让设计学院的 学生的作品有展示的空间 至于勇气发展的部分 因为现在是少执拟的社会 因此推动高龄教育 让退休人士 以大学教学资源结合 提倡国道老 学道老 让退休人士 跟大学丰富的教学资源 做结合 付起社会责任 以及社会创新 从而增加学校的收入 地下一楼为餐旅系 所使用的厨房区域 其中多功能教室 主打无烟设备 全为插电式使用 更有数十万厨具 并加装视听功能 提供专业主厨师范 云莱会馆主打评价 CP值高 本校学生也有九折的优惠 如果你还没有来光临过 不妨放下心中的疑问与成见 前来体验看看 玄奘新闻记者 尤敏珍 林轩宜 新竹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江明安 祝您圣诞佳节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跟病人聊天 明镜与点点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